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青年演员王一博,你的流量很有意义 曾几何时,流量一词用来形容那些粉丝多,人气高,影响广 商业价值大的明星当然 这里面既有市场层面的客观描述 又隐含着公众的文化评价,成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语 尤其在近几年,资本看中了流量背后带来的巨大收益 而批发式的造星将那些图有其表 并无能力的年轻人推上舞台 让流量这个词,从耐人寻味又变成了贬义 以至于在大众的眼里 但凡带上流量二字的明星,除了粉丝多 人气高以外都是无实力,无作品,无演技的三无明星 但是这一切,在一位真正的流量明星身上进行了转变 那就是青年演员王一博 近日,一部由应急管理部官方发出的视频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视频中那个穿着简简单单的白色T恤 一副不加修饰的朴素妆容,用挺拔的站姿 厚重的嗓音呼吁大家关注森林草原防火 防范森林火灾的年轻人,正是青年演员王一博 现在,正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 王一博用流量赋予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再一次很合适一地出现在了新的领域 在他的身上,强大的流量又一次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如今的蓝维,官媒很喜欢让王一博出镜 去宣传一些以往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而每一次,王一博都不负众望将这些正向的宣传 用自身的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正能量 倡导 引导着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些事情 让人们在追星的过程中 能够对以往并不关注的事情去认真听 用心看 甚至进行简单地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 所以 主流媒体之所以喜欢选择王一博 不仅因为他是娱乐圈的流量代表 更重要的是他符合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 其影响力和偶像的责任与使命感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作为Z时代的领军代表人物之一 王一博因为带有流量明星的标签而一直饱受争议 可他却用一张张漂亮的成绩单 一次次地用行动证明流量与实力可以并存 尤其在转战大荧幕之后 更是用心去讲好每一个中国故事 从小迎评到大荧幕 从爱斗到真正的偶像 从演员到文艺工作者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成长瞬间 每一次身份的转变 王一博都在不断地去尝试 不断地超越自己 如今 王一博不仅得到了更多的人喜爱 更得到了主流权威的认可 王一博是非常清醒的一位艺人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与担当 并且合理地利用流量 把握流量 一次次地用流量带动着正能量 努力成为一名正能量偶像的代表和榜样 作为影片推荐官 为励志大片发声 演唱正能量歌曲 向人们发出公益邀请 这些 都是王一博用自身流量宣传 弘扬价值观的体现 在他的带领下 让更多的人将这种精神传递下去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 授权八爪随笔 经常关注娱乐圈的网友 都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成也流量 败也流量 正因为拥有了流量 才会被人们关注 从而得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有流量又有正能量 有能力又有号召力 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有魅力 其实流量本无罪 只不过在一些空有流量 没有能力的所谓的流量明星的影响下 让这个词汇带上了贬义 尽管流量也给王一博带来了很多苦恼和非议 但是他并没有随波逐流 坐享流量的红利 反而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将这份流量转化成能量 传递出更多的正向带动力 都说如今的演员王一博 在极力地去流量化 但是找找君认为 这样的流量 大可以继续地发扬下去 就像廖昌永老师所述 流量是把双刃剑 只要合理地利用 会将原本难以普及的事情 做到事半功倍 你看 在主流媒体与王一博的一次次合作中 一些本来容易被年轻人忽视的问题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这才是真正的流量 大家希望看到的流量 因为这样的流量 很有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